今天非常開心的讓大家在12月25號也是這個星期的今年的最後一場 然後我們能夠來討論一下報道者 那報道者 這個我們看到那個非營利跟深度報道 我想說非營利這件事情其實上是非常任何媒體環境非常困難 然後當然大家是有個想像 但是有人真的去做了 做了一個非營利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深度報道 因為我想說在座很多的記者的朋友 他們都想要做一個深度報道 可是台灣目前的情況下都要求所謂的即時 那所以我會讓我們整個在對於問題思考變得很低 然後也要求除了看到很多就是瀏覽率 然後那些很多人點閱率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背後裡面都是在報道者他們在成立的時候 有認真思考過的 所以他們走了一個非常艱辛的路 所以我們大家先給他們熱烈的掌聲 先謝謝你們 然後我們現在就先請何榮幸 熱烈的掌聲請何榮幸來跟我們 謝謝 聖誕節感受到大家的盛情 真的是除了覺得很溫暖很感謝之外 其實大家我覺得可以體會我們有多麼戰戰兢兢 從過去半年籌備以來感受到很多的期待跟壓力 那現在終於上線了 這個壓力稍微喘一口氣 不過還是覺得步步為營 這個心情真的是戒勝恐懼 那剛才大家有很多想了解的面向 我先談一下我自己過去這半年來創立這個媒體大概的心情 總而言之一句話 就是一個當了記者25年 然後今年虛歲50歲的一個記者 有的人笑我說是不甘寂寞 那我自己笑說是中年大叔的逆襲 其實就是覺得在主流媒體已經25年的希望做一些結構性改變的事情 那我自己的過去的歷程 我在1995年 我們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然後希望推動由下而上的新聞記者自我團結 然後增進勞動意識反省的力量 2000年我跟馮建三、管中翔這些學者朋友 我們一起在推動台灣的媒體公共化的運動 那這些新聞團體的努力 媒體公共化的運動有一些進展但有更多的挫折 那現在來到另外一個階段 希望扮演的另外一個角色就是在新媒體這個領域做一些探索 那這個探索是什麼心情呢 其實用具體的例子來比喻好了 我旁邊這位陳真華他是1989年出生的 是我大學畢業那一年出生的 他出生那一年 我的畢業典禮的每一科書上都綁滿了道、哀那些字樣 就是天安門世界那一年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了 他是在天安門世界那一年出生 我是在天安門世界那一年大學畢業 而如今我們居然是同事 然後他在做大家剛剛很多人很喜歡的急診室的新聞遊戲 就是他做的 陳真華是七年級的 我們今天非常有策略的 因為我是報導著裡面記者最老的 我是五年級的 那接下來雪莉是六年級的 然後七年級的 我們其實還有三位八年級的 有一位就是剛剛非常多人也提到的王立柔 他是八年級的先舉牌人生 另外剛才有些朋友提到的做五親多媒體 然後覺得很有意思的 他是我們另外兩個八年級生 一個叫做蔣怡廷 現在還在念台大新聞的佑所 還在同寫他的論文 另外一位叫做吳政黨 現在還在念書 他是我們的堅持設計 我過去半年來最快樂的事情 其實就是跟這些七年級八年級的 年輕時代的新聞工作者 一起進行跨媒體的協作 這個事情真的是很快樂 因為每天都愛學新的東西 然後從完全的門外喊 到現在好像也可以講的一些 頭頭是道的一些多媒體的協作 各位可以體會一個五十歲的人 到了中年居然還有一種可以學習成長的心情 那真的是蠻欣慰的 那我創建這個平台其實就是希望讓飽受即時新聞之苦的 不同世代的新聞工作者有一個新的平台 能夠擺脫當前結構性的即時新聞的狂潮 那在這個舞台裡面進行多媒體的協作 然後用一個新的方式來說故事 那這是過去半年來我最高興的地方 可是過去半年來最挫折的地方是在這邊 因為我每天都被他們要求要使用新科技新工具 我過去半年來他們不准我使用Line 不准我使用臉書的即時群組聯絡 他們要求我用Slack 他們要求我用Hatpad 他們要求我最新用Channel 我過去半年來各位 真的應該要同情同情我 這樣一個五十歲的中年記者 一步一步的在這些新工具的虛策之下 去進入新媒體的思維 然後逼自己轉換腦袋 然後在各位所看見的每一個議題裡面 我們除了努力希望去注入我們的新聞經驗 可是也因為這些新工具的學習 去思考如何畫繁維節 去思考如何用圖像畫視覺化的方式去把故事說得更清楚 所以過去半年來真的是欣喜跟挫敗是議題兩年 我們辦公室裡面是一個很緊密的共同工作空間 然後多媒體的協作是任何議題的開始到結束 每一個環節都是多媒體的協作 這個部分等一下陳真華我們都叫他秘密 他會有跟大家有一個詳細的分享 我們是如何跟傳統媒體希望走不一樣的運作的方式 在做媒體協作這部分 那我一開始綜合在分別比較精簡 談三個剛才大家共同關心的面向 就是我們的組織、我們的資金、還有我們的議題設定 我們的組織希望走非營利媒體這條路 其實也沒有那麼複雜 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 對於一個大學數學聯考只有18份的人來講 你要去走那個營利媒體之路一定是失敗的 你一定賺不了錢只會最後被坑殺 然後最後好對不起大家 然後連資錢被都負不出來 人真的是要有自知之明 我們在當前的台灣環境新媒體的競爭裡面 我們自己過去半年來的觀察 一點都沒有把握在靠點擊率而可以賺取廣告的這條路上面 我們可以活得比較久 因為有自知之明 所以我們選擇了 試試看台灣還沒有人走 可其實歐美蠻多人走的 非營利媒體這條路 那像美國大家看到 ProPublica跟紐約時報合作 連續幾屆還共同拿下普利之獎的佳話 其實歐美它有一段成熟的經驗 那台灣沒有 既然沒有走走看 可是走走看才發現 哇比想像中還辛苦得多 人雖然有自知之明 你要選擇你比較沒把握的路 可是正因為沒把握走上這條路的時候 才會發現 因為沒有任何可以參照的典範 所以每一點線在走的過程當中 都是摸著石子過河 那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只能說就是盡力而為 我們的組織是採取一個公益基金會的方式 來接受社會捐款 那這個公益基金會目前董事長是渡秀錡老師 我們是跟台北市文化局登記 那成立的基金是500萬元 這個500萬元是從此前先生個人的捐助 那我們靠這500萬元的成立基金 但大家都知道這個母金是不能動的 所以當然只能接受外界的捐款 我們預估大概一年的營運經費是3000萬 那第一年因為加設開辦經費 所以第一年差不多要到3500萬 那我們的組織用公益基金會的成立 所以有很強的自我約束 我們的董監事 各位有興趣可以看到網站 關於我們裡面的董監事 跟一般的公益基金會最大的不同是 我們裡面只有一個企業界出身的人 其他都不是作家 就是文人就是新聞工作者 很多人看了這個名單之後笑我們說 你們這個名單根本沒辦法募款 文死人 這個名單看起來都是一些 中年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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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來當董事 那所以呢 這個很多人並不看好 那 可是我們其實就覺得 如果我們也同樣找一大堆 很有錢的企業家來當董事 那跟其他大家在覺得 很有問題的那些公益基金會 到底有什麼都同的 沒有太多都同的 我們就覺得應該找的是 關心新媒體發展的各個領域的人 都一起進來 那一起討論新媒體該怎麼走 討論完之後呢 當然募款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那可是這個是募款是 雖然是另外一件辛苦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走得成的話 那眾志成成 知道不同領域的人的想法 或許可以開出一條路 那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有稍微高一點的自我要求 因為我們的捐款 只要超過一百萬元以上的 我們就要求聚名 而且超過一百萬元以上的捐款 就要用董事會的三人小組 由彭秀琦、管中祥跟李怡志 三個人小組來決定要不要接受 那隨便舉例 譬如說如果演熊照 演熊照就給我們兩百萬元 看起來好棒 結果三人小組否決了 我們就只能含淚吞下 就沒有了 所以開玩笑 他當然會就給我們兩百萬 我是覺得 那因為有一些公益基金會的運作 所以更需要在哪一個環節 自己做好公開透明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的 關於我們這個欄位裡面 有隨時的定期捐款的徵信 那這個基金會 對自己的要求 還包括工作倫理 我們所有的捐款者 包括彭秀琴先生在內都一樣 他 我們一律要求 他所有捐款者要遵守三部原則 就是你不能擁有 你不能干預 你甚至於你完全不能回收 那 當你今天彭秀琴先生 自己都這樣帶頭 宣誓三部原則 其他只要出錢比他少的人 當然 我也有人可以說 那我可以超越這個三部原則 那所有董監事都不得干預 包括捐款者都不得干預 這個媒體的任何運作 跟任何這個媒體的新聞報導 如果有的話 他就直接會被我們的新聞內規 跟倫理規範 那我們自己如果報導跟 譬如說通子銜 這樣的 我們如果報導跟何索有關的新聞 怎麼辦 我們有三位監察人 李偉文 胡元輝跟陳順孝老師 我們任何的報導 只要涉及我們的捐款者 就會接受這三個我們的監察人 的獨立審閱我們的報導 有沒有違背 獨立自主 我們是透過這樣層層的 從捐款到運作上面 去確保一個公益基金會的運作 他不受任何外力干預 那我們唯一的老闆 只有這樣一個開 每三個月到半年左右 開會一次的一個基金會 其他所有時間 你唯一的老闆 只有我們自己做出來的品質 自己能不能反應 不會有任何人來跟你說 什麼題目能做 什麼題目不能做 這個是組織的運作 那第二部分 纏到資金 我們第一年的確有一個大捐款者 胡子貞先生 現在捐了兩千萬 那在國外 這個是視為慈善資本 我們剛剛提到的Propavica 他其實根本就是一對慈善夫婦 所成立的基金會全額補助 讓他有高額的預算 可以進行很昂貴的調查報導 我們沒有那麼好的條件 也沒有那麼多的資金 那我們很珍惜這樣一年 這個大筆的兩千萬元的經費 可是我們剛剛說過 我們一年初估要三千萬 然後第一年開辦費 在內差不多要三千五百萬 所以剛剛阿凱講的那個資金的缺口 我們還挺大的 我們第一年的資金缺口 就達到一千五百萬 那從過去半年籌備期間 到現在上線前後 真的很感謝上線前後 已經湧進來一些捐款 我們會持續努力 那在資金跟營運這一部分 我們的主觀上的理想 雖然不曉得能不能做到 我們是希望看能不能比照 國外一些我們覺得相對穩健成熟 已經站穩的腳步的新媒體一樣 我們這邊發展會員制 這個會員制它可能是分幾級 譬如說一千元的會員 三千元的會員 五千元的會員 乃至於到比較有能力的中小企業 他願意當一萬元的會員 我們希望一萬元以下的小額捐款 能夠長期成為報導者 這樣子的非營運媒體 長期營運的最主要經費的主力 那初期你做不到 你初期前兩三年 勢必可能還是要得以 企業家的大體捐款為主 但如果透過我們的努力 能夠慢慢建立品牌形象跟公信力 取得台灣社會的新人 願意用吸水藏油的方式 定期定額方式當然更好 來支持我們的話 我們的主觀期待是 我們如果在三年乃至於最晚五年之後 我們的小額的捐款的比例 能夠佔報導者全年三千萬元 運作經費的一半以上 也就是有一千五百萬以上 然後企業界的大體捐款 在三最晚五年的這樣的時間之後 它能夠降低到一百二百分之五十以下 這個是我們期待 以及從上限第一天就努力 想要去慢慢去調整的方向 我們知道要靠台灣社會穩定吸水藏油的支持 報導者這樣子 你看一個網站完全沒有任何廣告 完全沒有任何點閱域的數字 這樣子的一個媒體它要走下去 唯有吸水藏油小額目寬 願意給它長期穩定的支持 那這樣它能夠佔到我們的年度營運經費的一半以上 我們才有機會慢慢地擺脫對於大筆企業的依賴 那這當然實際上的情況就是 大筆企業府本身也會有它的企業形象的風險 那大家也完全可以了解這是議題兩面 所以我們自己努力的方向是希望小額捐款三年之內 慢則五年之內能不能佔到我們年度營運經費的一半以上 那第三個部分談到議題的設定 我們目前是採用雙軌的並進 報導者我們自己主動設定希望長期經營的議題 以目前大家看到議題來講 舉例來說像台灣污染土地到調查 它就是我們自己主觀設定 然後努力無論報導者存在多久 我們就會做多久的一個長期性的調查報導 它希望走遍台灣的每一個被污染的土地去追究 污染這個土地的污染者的責任 然後去要求應該監督者的善盡後續的監督 然後尋求這個土地重生的契機 這個是編輯台自己設定 希望能走多久就走多久 然後能做多少戰就多少戰的主觀議題的設定 那雙軌的另外一軌 像剛才大家很多人關心提到的 像譬如說王立柳的舉牌人 那個完全是這個記者自發有興趣 關懷這一群弱勢者 想要用臥底這樣的方式 我們經過討論評估覺得卻有必要 而臥底也才能夠取得某些重要的證據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又如何盡量去思考相關的倫理問題之後 採取的尊重記者、支持記者採訪的行為 我目前的雙軌制同時並行 所以有些議題是我們主動設定 那有些議題像明明他們做的新聞遊戲 不要說是不是我們設定的 我一看到的時候我一開始還說 哇這個這麼難怎麼玩 不太會玩 或是一開始看下去 這個東西我看不到裡面有新聞 後來發現我實在是LKK 因為年輕人玩完之後自己會想去看新聞 那真的思維是不一樣的 但無論如何這個雙軌 在我們辦公室裡面隨時充滿了爭論 隨時充滿了各種多媒體協作理念 因為腦袋轉不過來的這種角力激盪 然後我們在辦公室大聲小聲是常用的事情 那大概在辦公室裡面每個人都可以對我笑 這個真的你去問檢永達 去問每個人都知道 對每個人對我熊 愛熊多大聲都可以多大聲 再報導這真的是我們慢慢建立的文化 那所以在議題設定方面 我們還不確定這樣子的雙軌設定 就是一部分編輯台主動設定的議題 一部分是記者的興趣 我們完全百分之百全力尊重它 這樣的情況的比例拿捏 以及大概可以進行到什麼樣的情況 需要再有一個更有系統的議題設定 這個我們剛開始起步 坦白說還沒有想清楚 還需要比較久的時間實驗 像大家提的王力歐這篇文章 真的是我們最大的實驗 大家知道王力歐這篇文章多少字? 一萬六 對 一萬六千字的文章 我們本來是把它做橫排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可以排成橫排 我們把它分成七篇 後來在上線前戲的使用者體驗 一大堆外部測試的人回來說 欸你們是不是網站壞掉了 我往下拉一直拉不動 他們都不會往右拉 那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如果設計了一個往右拉 拉七篇分篇把王力歐這篇看完 那當然很好 一萬六千多字分成七篇 每片可以三四千字 這樣來看比較輕鬆 可是如果說你設計的結果是 大家不往右拉 大家都往下拉 就發現拉不透 你是不是壞掉了 那怎麼辦 我們最後只好 這個實驗真的是無心差有有承認出來了 因為大家往右拉 不願意拉 所以只好把它一片從頭到尾走到底 這個過程說出來卑之無聲高論 但是它意外形成了一個 一萬六千字的文章走到底 能不能在現在追求輕薄端小的網路時代 得到一定的看重 那我們真的是感覺到滿欣慰的 從這麼多朋友裡面 當然我們深切了解 我們所做的各種報道的不足跟爭議 跟現階段我們缺錢缺人缺資源 跟團隊相對年輕化的種種局限 可是也欣喜的看到像舉牌人 這樣子的實驗性的文章 獲得了比我們預期還大的迴響 所以我會珍惜這些經驗 繼續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地去摸索前進 也請大家不要客氣 繼續給我們更多的PP 謝謝 謝謝 每個人都可以對河龍行修 這個是我們應該知道一個 要組織讓它掉落的包容度 多大的包容度 所以這個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 不過它剛剛講的一個有趣的事情 它可以 它這種對於網路使用的體驗也滿像台灣的 因為台灣拒絕向右走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不用 而且台灣也從由上而下 開始不會再走 就是至少會往下走 往底層 往更 跟我們看不到的這個角落去換它 那接下來呢 因為它跟我們講的資金缺口 一萬一千五百萬 要轉業的人要想考慮清楚 不過它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如果說大家可以以會員制的方式 或者說以一個資助地域資助的方式 就跟我們買 跟我們看報紙 因為你看在網路上 看很多報紙其實我們都要付費 很多報紙也要付費 例如說 我們可能就是用一些稍微的錢 然後來捐助他們 保持他們的獨立公正性 實際上 這個對整個是台灣公民社會裡 一個很重要的考驗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請他的種族筆李雪莉 來為我們談談 他也是我們這屋的志工 也因為不虧了他 所以我們才有這一場 所以我們樂隊掌聲 歡迎雪莉 大家好 我是李雪莉 因為我的總編輯 呃 站起來講 所以我只要站起來 那個 我先做我揭曉一下 那個 呃 其實 對我是財務的志工 然後 呃 我跟榮幸認識 其實是在 是在1995年 也就是他創 台灣記者 結會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一個大三個學生 會是政大新聞系的先生 那我們現在的董事 郭秀琪老師 那時候是我 就是單上的老師 他就說我們要去跟一個記者 工作一個月 於是那時候 我想去片做 台灣記者 我就覺得他最優秀 於是我就跟著他去實習 你知道那時候他騎著 50CC的小摩托車 那兩個採訪都覺得非常醜名的這樣 就覺得很擠對不對 然後他有時候會 嗯 緊急撒車 哈哈哈哈 然後他就這樣擠 這樣子 那是好誇張 你這樣怎麼可以這樣爆料呢 好像覺得他有一個特別的企圖 沒有 就是我要告訴你 報導者有多自由 他是不會陷阻我 也有多自由的 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結業了 那我現在要說的是說 其實我剛從一個族遊媒體 離開 我從現在法治離開 我在那邊待了15年 然後我剛才在西亞族遊媒體 也待過 那我來的時候 其實就很多人說 你是投課壞掉了嗎 那你怎麼都想不開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我從來就是說 這幾年來我沒有這麼快樂 快樂過 雖然功能量非常非常大 可是我沒有這麼快樂過 是因為我真正獲得自由和解放了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選擇 因為剛剛 用信已經把我們報導者的 整個價值裡面都講清楚了 其實第一件事可能 我講三個比較重要的Event 第一件事是在 我們2010和2012的時候 在中國外派 在中國外派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 我從來沒有這麼愛 不要想愛台灣 有點慫 就是說我從來沒有想到過 台灣盡管土地對我的意義 那因為在中國採訪的是 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 包括你知道你是被監控的 你知道你是被監控的 你知道你採訪是 你的access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每次出中國海關的時候 我都有一種relief的感覺 就是我安全了 然後我自由了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加入了台灣機協 那是2012 所以我現在是 台灣機協會的職位 所以也是接著榮幸的棒子 那2012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 在美麗龍端一起上街頭 那時候我剛剛金哲師 都寫了一個叫做 Pitle叫做 指鼓的城牆 那我講那個指鼓的城牆 就是說我們 我們媒體作為第四權 現在已經像指鼓的力量一樣 我們已經沒有我們的抓子 沒有我們的力量了 因為政治力和經濟力的 這個兩個力量的溶解 讓我們失去了我們 追求真相的能力 其實我想主流媒體 有非常多優秀的記者 真的不像大家講的弱智的媒體 但是為什麼 好記者在這個結構裡面 他會這麼的無力 其實真的是很多是結構的問題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是我從中國回來以後 我真的想到 就是那個 那一句話叫做 Freedom is one generation from extinction 就是說其實民主和自由 還有好的媒體 其實在一個時代它可以消失的 所以我一直把這句話 放在我心中 就是如果我不在這個媒體上分雲 其實雖然我只是一個 小小的螺絲釘 那如果每一個人都這麼想的話 每一個人都拋棄他 每一個政大新聞系的學生 都覺得我出來 我不要當記者的時候 還有我很多朋友 他在很多地方教學 都告訴記者說 你千萬不要進這一行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種憤怒感是 為什麼那時候 我們第一支援記得學校 然後他有 我是非常old school的人 那我們遵守這樣的傳統 我們也相信好的媒體 其實你吃下去什麼就是 你會變什麼 那你讀下去什麼 你會變什麼 那身為學校有好的聲音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要堅守在這個體制裡面 而且做體制的戰鬥 那第二件事情 我印象比較深 第一件事就是從中國回來 那第二件事是 我印象比較深 是因為我從中國回來以後 我從一個文字記者 變成一個media center的負責人 我是在做影像的 那時候我就感覺到說 新媒體來了 大家都說要整合 大家都說要integration 可是我看到一個 就是各個組織裡面 不只是我原來的老東江 各個組織裡面 對於文字、影像、網路 這些整合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 非常文字的本位思考 你知道寫文字的人 作家那個 就是眼睛都擋在額頭上面 包括我以前也在內 我覺得我們是非常傲慢的 在看各種技術 看各種媒材 譬如說工程師他在乎什麼 他其實不是在乎點閱 工程師在乎的是 他這個bug除掉了沒的 我們知道嗎 所以你跟他講說 我們這節律很高 他說什麼 他是完全無感的 他希望你的介面 使用上是非常smooth 所以你要怎麼樣用這個語言 然後用這個incentive 去告訴他說 這件事對user來說 你要跟他溝通 這個user來說 他可能是不要往右走 他只要往下走 或是往左走 所以你要用他的語言 去跟他溝通的時候 你會發現 原來我們受的那套訓練 基本上沒有跟著這個時代在改變 這是我感覺最深刻的 然後我另外一個感覺 比較深刻的就是 當我們成為點擊的工具的時候 當每個人都在講 就是click Click for cost Click per cost 就是說你的每個點閱我都可以 就像剛剛有個廣告的朋友說 你的每個點擊都化成一個量的時候 你會發現新聞記者的行為 我們有behavior在改變 我們的改變就是 if it bleeds 就是哪片流血我們就去哪了 我講的是overall的就是說 山形的東西我們就會去 然後我們開始變得非常效率主義 我們開始在做深度報道的時候 為什麼報道者講深度報道 因為我們相信深度的東西 它可能有時候需要時間 我們講slow journalism 我們講good journalism 其實在美國15年來 這15年來他們過去也開始做終點閱 在2007年 可是後來發現說 他們很多種媒體在製作採訪的時候 發覺good journalism slow journalism 是有其必要性的 所以我看到整個媒體結構 其實是在崩毀的 我在說 其實不是主流媒體沒有好記者 主流媒體有非常多優秀的好記者 但是因為這個整個結構 還有消費者的行為的改變 那這是我第二個印象 對 第二件事情就在組織裡面 第三個比較大的印象是 我今年8月就代表 其實台灣只有一個媒體記者過去 我去參加了德國波昂的 國際美語會議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非常震驚我的印象 就是我到了那個點的時候 突然發現 所有的年輕記者都串聯在一起 那我就問那個 從 他是Republic of Medova 他是在羅馬尼亞跟 羅馬尼亞跟 烏克蘭之間的一個小國 我就說你們早就認識了嗎 他說沒有啊 我們在線上串聯 我們從400個記者裡面選出10個 然後德國的政府邀請我們 我們來參與報導 你知道我非常驚訝 就是我變成一個非常老口口的人 居然這些人在參與之前 他們就認識了 而且在網路上認識 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要在這三天內 就是辦出一個pip print 凝結還有網路的媒體 一個貪汙 那時候我在想說 哇 那我這個其實在主流媒體 心水裡滿高的記者的價值是什麼 就是我除了給人家資深以外 如果我做不出 比更多年輕人好的作品 那我的價值是什麼 那我如果沒有猜想我的價值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我很貴 相對於這些年輕的記者 其實我的價格是比較貴的 那我又在問我 我自己的價值是什麼 所以這幾件事 就讓我從一開始思考說 呃 為什麼我待在主流媒體 零一個高興 那只是因為我沒課零零嗎 那最後一件事 是檢友達給我的衝擊 就是 其實我是太大的學生 那有一次我之後 我就想要recruit很多年輕人 檢友達他有三個offer 一個是 就是我勞動家 另外一個上週 對不起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報道者 結果有朋友說 你去勸檢友達來 因為我跟游欣大哥 是檢友達的論文指導老師 然後他就說 那去勸檢友達過來 我就說 嗯 我知道他不會選擇主流媒體 他選擇微信媒體 這個是對我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就是我沒有辦法 創造一個很好的環境 是讓這些最優秀的年輕人 願意加入的組織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整個世界是崩潰的 所以當你這個主流媒體的記者 不論你在做的再優秀 不論你的心血再高 其實我發現很多優秀的記者 現在主流媒體非常的迷茫 因為他們不知道下午怎麼樣 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樣 你要去對抗覺得結構 所以有些像是在到月的時候 其實我在48個小時之內 就決定過來 那當然薪水就少很多 你知道嗎 少很多 然後 但是我現在還有去蘭董 就需要執行編輯 跟資深的文稻編輯 所以大家待會可以偷履歷 那至少會存在三年 那所以我如果說 所以你查一下的話 這兩個薪水也很低嗎 我沒有說薪水比我們是可以非常廢 所以當有一個朋友說 我們是不是在自己 學上勞動 對…我們不是學上勞動 所以我再講一下就是說 參與報導者 參與哲務 參與製協 還有我們自己最近在做的 台灣高度哲學教育推廣協會 我發現一件事情 原來… 原來公共的利益這件事情 這個是一個business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都覺得 公共的 沒有錢的 是沒有人要去做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跟在主流媒體的 配是差很多的 但是這個公共的事業 我們想的就是公共的利益 這件事情 原來有這麼多人的支持 所以我想容積大哥會 也很緊張 我自己也很緊張 是因為我們受到非常多的 矚目、重視和祝福 可是這也當然是我們的責任和壓力 那這件事情不管是周五 大家在這邊出現 就是因為其實阿凱我們這邊 就是不管主持人 還是分享者 都是沒有拿錢的 我們沒有想到 這些公共的議題 公共的利益 公共的組織 居然會號召一個 這麼大的可能和能量 這是我在過去五年間 我感覺到台灣最大的改變 那我在報導這 我現在負責是國際兩岸還有 我想有幾個重要的議題 是因為我們想問台灣 該問的問題 這個台灣該問的問題 就是你遇到政治人不會轉彎 那你遇到企業家不會轉彎 或者是說其實不是政治 或企業家跟你壓力 而是你自己嚴格的自己的壓力 你知道嗎 就是當你要跟這個人辦活動 突然你寫到他的新聞的時候 你就手軟了 你不是誰跟你主動給你壓力 而是你自己的筆 就頓掉了這件事情 尤其是在經過戒嚴的 經過戒嚴的那個時代 包括四五六年級 現在的高管都是四五六年級 那他們會經歷有一個小金種 也不一定真的是中國搶壓的因素 而是他自己會猶然而生一種 一種小金種的陷阱 這個可能七八年級 比較沒有辦法感覺出來的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邊能夠創造更多 就是被遺忘的議題 譬如說我們有做八仙城包 剛剛比較少人看到這件事情 八仙城包半年過去了 那你知道那些附件總 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五七我們要一百億元 來去整治他 那當然就舉個一下 會看到台灣M型化 還有年輕勞動力的問題 所以這些事可能會被忽略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 用一個非常有效率的方式 去報導出來的 我們可不可以給他一個空間 那當然在 我再舉一個評論的部分 評論的部分 最近有一些FB的就是讀者 他會反映說 我看不太懂你們的問題 你們的問題到底是 比較文學性格還是報導性格 那你們為什麼可以容忍這麼長的文章 或者是你們怎麼可以這麼就是說 很多事情你不去控制他的結構 但是一個是說我覺得觀點的東西 讓他百花齊放 那第二個就是說 真的台灣過去七七年來 我們在市場化的結構之下 我們習慣了短文 我們的所有的 對於讀者的想法 只有消費者的想法 沒有公民的想法 我現在不是說我們要教育 我們絕對不是說啟蒙者 絕對不是報導者 絕對不是這樣的想法 而是說我們可不可以試圖 不要再用mass的概念 我說mass就是大眾嗎 我覺得mass is massive very massive 是說所有的媒體都在追求mass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massive的狀態 因為我們的content is over supply 那我在想說 為什麼每個人都去追同樣的新聞呢 我們可以抽到什麼樣不一樣的價值呢 於是在這邊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議題 有可能是主流媒體不一定會去挖掘的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 也許主流媒體會顧及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用多一點的時間 讓我們的記者 有一點點的小小的疑慮和真誠 我覺得真誠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那時候在DW 就是George Vella 那些參加會議的時候 非常多非洲記者就不斷的抱怨 歐美記者的暴力 所謂的virus 是說你到我的國家來 然後你就住在館三天 然後你就想好的那個狂架 報導的狂架 你就走了 這種沾醬牛式的報導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再繼續 所以剛剛很多朋友講到那個舉辦人生 為什麼會讓你們感動呢 是因為王秉柔真的在那邊 一開始他沒有選擇臥底 他是在那邊旁邊觀察一天 你知道那個行動天的風是很刺骨的 但是他發現他自己觀察 在旁邊觀察 他是沒有辦法真正的感受到 舉海人的生命的 有時候我們是一個非常旁觀 但是記者的旁觀真的有辦法蹤下嗎 我們當然覺得這採訪都總可以再辯論 所以也是因為像我們希望說 有不同的問題的可能 然後一點點慢一點的可能 然後讓東西更動農的可能 而不是沾醬油式的這樣的報導 那這大概是我為什麼加入報導者 那這邊是一個野百合世代 一個野草莓世代 那我那天我跟莊瑞琳 不是莊瑞琳 對不起 魏晨 魏晨出版的瑞琳聊天 我們兩個都六年級生 我們有一個感覺就是 我們是在整地的 就是六年級是被跳過的一代 對 都不是在參加運動 就在運動跟運動之間 但是我們有一個條件 是因為像我今天四十歲 我覺得我好像已經有一點餘餘 因為我不用再去真的憂愁 因為我說對木質餘養不是很強嗎 那所以我不用再憂愁那個錢的時候 當然還是要賺錢了 所以你不要扣我薪水 就說我們不用一直為了圖麵包 去compromise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真的留給像咪咪 或是像在場很多年輕同學 學妹 學弟妹 你們能夠真的保有說 新聞還是一個可以從事的志業 其實為何榮幸 可能要做的也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在報導者 每個人其實Ego蠻強的 但是我們都盡量告訴大家說 這裡都是Ego的結合 其實你知道會寫文字 人看Ego也是很強 我們這裡不是Ego的結合 我們是開放協作的平台 所以工程師 美術 社群 記者 然後不管是 我們也沒有主管的概念 今天我們有個同事寫主管 然後就被我們告訴說 我不是你主管 我是你的同事 所以我們這些概念 基本上我們就是很落實那個 夥伴的精神 夥伴的精神 那我想這是為什麼說 其實在報導者 非常非常辛苦 然後我們也開始 必須要架構我們很多 對於good journalist 因為這邊很多是很熱血人心的朋友們 但是有經驗的人 怎麼把這個東西傳承下去 這可能是我我覺得 我這一代的責任 謝謝 謝謝 因為雪莉剛剛在講的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她好像在媒體這個部分 其實也跟我們台灣的目前社會現況很像 因為我們其實遇到的都是制度上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除了制度上的問題 我們還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說需要一個制度的時候 那個制度應該反過來 讓每一個活在這個制度上 可以活得更自由 更快樂 或讓在這個制度 創造一個制度 讓那個人是會有尊嚴 會有想像力 那很高興他們做了這個努力 那另外一個是說 它也顯示了說 我們台灣其實都還在一個追求效益的 因為這是哲學星期五 所以我們會談點哲學 它就是公立主義 在公立主義的向下 裡面去談問題 那公立主義會出現怎麼樣的問題 它就會把很多的價值利益最大化 那所以那個公共性期上 是被放在比較旁邊的 那個公共性期上是照顧在這些價值 那個追求利潤價值下面 被照顧的那些人才是需要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談 台灣的經濟成長的時候 你會發現 台灣談的經濟成長 聽了你沒有感覺 是因為我們只注重經濟成長 不注重所謂的經濟分配 也導致我們這個國家會崩壞的原因 他講的那種崩壞 就是媒體的崩壞 可是那個崩壞 可能媒體只是現象其中之一 那很高興有一群人 其實上他是不會這個 不會因為這個團體 這個結構的腐敗 而屈服的 那其實我們常常 有時候在跟大家講的時候 會有一個小小的感想 就是不要因為別人的墮落 拉著我們一起沈淪 就是其實有時候實際上是 那個可能是要需要一點自我鼓勵 那在剛剛講完這些 五零級、六零級 可能就是比較喜歡談什麼 那個價值啊 那現在我會 有時候覺得 就是好像在教科書裡面的東西嘛 神經啊 沒關係 我可以跟你們站在一起 我沒有說我排斥你 我只是站在你們這邊 自我反省一下而已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請那個 陳真華 我們來介紹一下 那個 七年級 八七年級 你看起來在八年級 對不起 七年級的他們這些想法 然後 你也分享一下 你怎麼改變何容型 怎麼給他教育 那在我們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在教育別人也說 也是自我教育的過程 好我們先歡迎陳真華 大家好我叫陳真華 然後剛剛提到我是七年級 其實我是七年級 七八 然後我今年剛從台大研究所畢業 那我要說的是其實半年前 我可能跟我一樣在台下坐著 然後聽著媒體姐妹的講座 思索著什麼是報導 什麼是記者 好報導是什麼 其實每個新聞所學生 或新聞系的學生 我想應該都有這樣的迷惘是 我畢業真的要當記者嗎 那我可以帶給公共 什麼樣的報導 那其實讓我很迷惘 很迷惘的時候 榮幸大哥就出現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真的他炯炯眼神 炯炯有神的眼睛就跟我說 就是跟著我一起做報導吧 可是為什麼他現在眼睛看的都離隊 對 已經被燒成了 就是不行 對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真的 這我太幸運了 就是一樣要加入這團隊試試看 那因為我本身 比較幸運的是 我在說二的時候 在台大有間書 紐約時報記者 阿取他的課 然後我那一次 那一次其實就是震撼了我的眼界 其實他讓我看到的是國外媒體 現在新媒體科技進步的狀況 以及敘事的不同以及多樣化 不會只是文字或是影像 其實他們做了各種多樣化的嘗試 那時候我也接觸到資料新聞跟視覺化 然後數位專輯的製作 然後就慢慢開啟我的就是 這塊多媒體原生 然後在塑散的時候 我接觸到臨時政府 然後接觸到許多開源的工具 像是HAPP 在三一八學院的時候 就參加了一個台大新聞議論壇 其實就是跟同學一起參加這個組織 然後把這個概念帶進去 就是其實在新聞議論壇的時候 我就已經非常習慣用寫作方式去審稿好新聞 所以其實在寫作工具 科技工具跟寫作這個概念 其實已經生實在我的腦袋裡面 我就覺得新聞就應該要這樣阿 什麼科成話 對 所以可能我也是一位之處 就是可能是一張白紙 就是對媒體可能很有理想性 然後沒有什麼框架 所以那時候我進來報寫作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開會 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開會 然後就拿出我的筆電 然後去看到在座就是榮幸 然後我就拿出他們的筆記本 什麼時代 筆記本 沒有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幫我聽一下 你這有點over 他雖然over 不能搞 你也不能這個樣子 你看一下 下面是不是都是筆記本 來把筆記本藏起來 然後我就覺得 你飛機學院過會 對 我今天就是愛爆料 就是對然後 因為我跟怡婷還有幾個 我比較連線的記者 其實都是比較習慣 數位原神 然後用電腦 然後我們就覺得 這樣才不是 就是怎麼 怎麼會用就是 筆記本或是人 或是讓你來做寫作工具 然後我們就用它 帶入了一個slack slack就是一個 就是裝暗示 然後你可以在替台 然後現在其實國外的創作 都是用slack 對不起 因為這裡 多人知道是不是 喔對 再描述一下 好 教教我們 對 來來來 這個網路上把它描出來 到底它用什麼工具 不然大家來聽完以後 就進門秀一下而已 來來 找一下 對 這個就是slack 然後它是一個 算暗示的報道 譬如說可能媒體裡面 同時進行很多裝暗 那其實在Line或是臉書 大家都亂成一團 你沒辦法 就是鎖定你要的對話去執行 所以它可以分頻道 然後每個頻道 我們會創一個channel 然後去裡面進行就是 記者跟設計師 還有編輯 還有攝影師的 就是直接對話 我們不會就是整個群組 亂成一團 對 這是我們的寫作方式 然後其實也有 在會議上其實 也是運用到hypad 就是hypad是一個工具 是可以多人寫作 有點像是google doc 雲段 對 然後另外就是也有用channel channel 是一個專案追蹤的工具 然後我們其實跟工程師 寫作的時候都用它 不好意思 就是今天講了有點多東西 對 然後反正 等一下等一下 我再打斷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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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你要講完以後 要負責把它拚出來 然後我們上去找 然後再講一下 hypad就是hackpade 對 然後channel就是trello 對 然後工具的介紹 要等你到此 對 因為我怕帶起來 可能不想來這邊聽一些 不會不會不會 大家很想聽 對 因為我們這裡都來主流的東西 喔真的喔 所以你趕快吃了 好 好 然後 然後 那我講個文獻的故事好 就是因為 榮幸大哥他真的 學得非常痛苦 就是他 就是 就是我真的是 公佈訊息 反正是用臉書 然後為了逼他用 就是 直po在slip 然後我就說 你 你不看的話你就 沒辦法了 就逼他就 好 他就會很謙虛的 就是 就好好去用 然後我去開始 麻煩他就是熟悉的slip 然後有一天 我看到外 有外賓進來報道整辦公室 然後 然後跟他在聊天 然後他竟然變成教練 他竟然開始接受三個工具的使用方式 然後跟他的醫師說 欸我們這個怎樣就用怎樣用 我就覺得 天啊 我就覺得我成功 我就覺得 好開心喔 可是對你來說是很溫馨對不對 可是他對他很殘忍 你會覺得 這個有相對觀點的問題 可是我真的覺得要給他100分 他真的是一個 就是 我都學到老哲 我覺得 就是 就是 就是可以像 夥伴一樣 同事 對 就是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個人的 媒體製作經驗 是從 台大新聞議論團開始 那時候陸續製作了 那個 性上歷史的黃絲帶是 林英雄的專體 然後還有那個 陌生理展是多少 對 他都是比較互動式的 然後 我也在那時候就是接受一群夥伴 就譬如說我們這次設計 急鎮遊戲的工程師是科比 吳太輝 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想過拉克 那另外就是設計師吳正達 對 然後我們從那時候開始合作 開始摸索 是媒體的合作方式 然後 我待會可能就以急鎮遊戲 急鎮遊戲的模式 來介紹我們做協作的 對 那其實 嗯 在國外媒體他們其實 現在只 他們其實大部分只著手 或是 他們很重視 會Coding的記者 就是記者本身要具有Coding的能力 然後 可能就算你不會Coding 你要懂一些工程師的思維 或是設計師的思維 對 那我們其實 就從 阿群那邊 就是帶來 帶進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就開始摸索 在台灣機構 我們可以怎麼做 那其實在執政遊戲這塊 我們就是一樣用之前的方式 我們 嗯 從 發想到製作完成 我們不會是像 可能像我們以前傳統媒體 可能會覺得 喔設計師是每一邊 工程師就是負責而生專題 或不是 我們是三方平等的 就是我們會在專題一開始 互相討論 用自己的專業去判斷說 這個專案可不可行 或是 可以有怎麼樣的方式呈現 然後 記者可能就是用那專業知識 採訪後的知識去說 喔我採訪到素材 可能是這樣 我可以來討論一下 要怎麼 製作這個遊戲呢 對 這是我們的問題 對 然後 那時候其實 半年前在做的時候 是發現懲罰 發生不久後 那我們那時候其實就 很想 其實我們做這個 就是第一份心力 就是覺得 發生什麼都發生了 我們可以怎麼辦 我們可以做什麼 那其實那時候提了很多案子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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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災 重擊醫院的地圖 我們希望做一個地圖 或是 歷年重大災害的視覺畫 讓大家知道 就是台灣 就是過去發生了哪些事情 但最後我們還是決定 就是 我們因為那時候看到 電視新聞畫 你看到幾整事 其實非常融色 然後很多醫生都分享 然後那一天 那一天的心情 然後我們就覺得 急症這個狀況 其實是 需要被大眾知道的 那其實我們就 就這個 利益點去發想 然後我們就想做 一個遊戲 因為我們的 我的另外一個夥伴 就是講的一題 他其實論我是寫新聞遊戲 然後他就說 我們來做遊戲吧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是 都天馬神通亂想 就完全不管技術 完全不管 就沒有任何況 這樣我就想到什麼 就做 就想 就去發想什麼 那時候 他的提案就通過 我們就一直說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遊戲 那要怎麼做 因為台灣沒有人做過 然後 國外其實 如果大家有看 就是報道者一篇文章 為什麼要做 用新聞做遊戲 其實會發現 在今年4月PTC 有做了一個 敘利亞難民的新聞遊戲 就是它的素材 都是真實的 讓你去體驗 你當個難民的話 你要怎麼去選擇 你的路 那你會發生什麼事 那其實 我們就從這個想法去想 然後 我們的主旨就是 我們要做這個遊戲 既然是新聞 遊戲就一定要是真的 就是它裡面所有規則 就一定要是真的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開始了 記者開始採訪 設計師也開始發想 然後工程師開始 就是找技術的突破門檻 那我們那時候 甚至就是跟設計師 就是混入 就是母健醫院的急診室 做外賓整個小 就是我們喜歡去觀察 就是急診室的配置 以及醫護人員他們 網絡程度 以及他們的病患互動 我們就突然一整個小 回來 然後開始約訪急診室醫生 然後開始想說 這個規則要怎麼設 那其實我們知道一個遊戲 並沒有辦法全面帶出 台灣醫療崩壞的制度 但我們就選擇以報導去輔助 然後在遊戲這邊就是 以急診醫師個人的角度去展現 就是急診室的崩壞 那其實我們大規則 就是大家其實 如果有玩的話 就知道是減傷分類 其實急診室不是先來先看 是紅色重症才會先看 我們大規則就是這個 因為這也是急診室裡面 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則 對然後我們就開始去採訪醫生 然後醫生就會說 他們日常的狀況是怎樣 然後會遇到哪些事情 譬如說急診包地或是流關的問題 就是流關病人其實很嚴重 對然後我們慢慢去收緊資料 然後記者的角色其實就是 從中去分析醫生的故事 然後去採訪素材 然後慢慢就是從政策 設計師跟工程師 可能比較看得懂的文字 或是說法去跟他們討論說 那我現在採訪回來素材 是這樣你們覺得 我們可以怎麼做 那我們設計師就很厲害 他就主要呢 我們就來做一個急診室的 就是配置板 然後就畫畫畫畫畫畫 因為我們就是大概 都會從草圖開始畫 就是就怎麼做 然後怎麼畫 然後到最後草圖畫好了 我們就畫好棒 然後再來是工程師 他會先做一個就是俗形 然後讓我們先測試一下說 這遊戲這樣到底可不可行 然後就慢慢的就是 我們其實都非常緊密的聯繫 就是會設定時程 有點像是做一個就是有產品 然後我們就會就是 然後不停的就是設計師遇到什麼問題 譬如說他會說 你那個病患呢 那個比例到底是多少 你去問清楚 就是譬如說工程師在設參數 然後他就說你那病患出現的筆跡 到底到底你要設多少 然後我就要趕快去問 然後去查資料說 其實台灣的那個重症醫院 他的病患 其實大部分是第三級的病患 然後我就可能就跟他說 這個數據怎樣 然後他會再去挑戰數 所以其實我們裡面就是 盡量能真實就真實 就不會就是只是為了遊戲 對 那我們其實也碰到的困難是 怎麼讓讀者覺得 就既然怎麼是真實 然後怎麼又讓讀者覺得有趣 所以我們就是一頂 我們到後期其實有找很多受試者進來玩啊 柯P也是我們的受試者 對 然後就是 然後 這邊我請盧珠要報一個小料 那個柯P在試玩我們的遊戲 當然引來很高的人氣喔 所以這個急診人生的遊戲 我們有七十多萬人士 點閱這支柯P的試玩片 可是試玩了之後 大家都不是在問柯P 一段位網友就來說 柯P旁邊那個美少女是誰 不要試玩美少女 不要理他 那就是暗中不要理他 對 然後所以反正 拉回來 就是反正我們就會想說 怎麼讓 其實那時候遇到的困難是 很多人會質疑說 就是比如說年輕世代 玩玩遊戲之後 誰會想去看你的報導 真的有人會點去報導看嗎 然後我們就其實 其實深度的這個點 其實爭論了很久很久 然後到底想說怎麼辦 但是其實我們的設計師很堅持說 他覺得這個呈現是最好的 那如果為了讓他壓報導 去壓一個全頻式的廣告 這樣根本就是強迫人家前來看報導 如果這是一個成功的東西 自然而然就會想了解這個議題了 所以我們就是頂多就是把那個 我們本來的八層是連會的報導 我們改成破關密集 就是真的陷入這個遊戲的讀者 可以過來就是看我的報導 對 然後還是有了那個 最後那個醫生的等級 就是最後 我問到我們醫隆所的 就讓大家就是盡量以遊戲畫的方式 讓大家就是想去 真的了解急診醫生的狀況 那其實之後收到了 說完之後收到回饋也蠻不錯的 然後醫生們其實覺得 就可以用這麼簡單的方式 向大家了解那麼硬的議題 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有獲得很大的回饋 因為這是第一個做 所以我們覺得以後 還有很大的運用空間這樣子 對 這是應該就是我的分享吧 謝謝 謝謝 你應該知道 我覺得我們現在 因為時間還有啦 我們今天本來是9點8號結束 可是我們稍微再拉長一點 讓現場可以多問一點問 我們到45分好嗎 好 那 可以 那我們就先蒐集三個問題 那這個每一個人的發表是一分鐘 然後在這一分鐘裡面你可以做你的comment 也可以做疑問題 問題不要太多 因為我們這裡有五、六、七年級 所以他的記憶體可能有點畢竟很長 問題不要太多 那我們先麥克風在 這邊,這邊 交給你 來 1 1 2 3 好不好 你們 等一下,你們有另外一個 好,我們先讓他們 三個主題 大家好,那是 我剛剛看了這個 就是你們就是 就算做了蠻多的嘗試 然後剛剛就是有提到你們用 就是Trail 或者Seg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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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已經很 就是信息很開放寫作來 就是 我有一個像就是 放你們有一個開放之後 可以讓大眾一起參與到這個 你們新聞寫作的過程 因為 他們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算是很 就是 他就是很 很方便就 跟各界共同 然後就是我有一個想法 然後 第二次問題就是 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旁邊的照片 都有看到那個 鐵字歌 然後可是他後來就是默默的消失了 就是 我對你們組織就是 運作 然後 就是包 然後包含就是 就是你們 雖然說你們不追求 就是 即時新聞 那你們有沒有對 就是 你們的記者設定 比如說 你們調查一個議題 你們有沒有設定一個期限 或者是 你們有什麼樣的 就是 運作機制可以確保 就是 你們記者調查過程 是一個 那 我大概就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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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選擇看資料回來 怎麼樣 OK 大家好 那個 想請教一下 因為今天有一天 逢上一個文章 他提到說 就是 主流媒體 跟非主流媒體 他非主流媒體 就是 反直音響報道者 或者是說 反流學生 這類型的 就是他們 在現在的狀況裡面 常常會呈現 就是 第一次的疏離 或者是說 因為 你說彼此的疏離 是指什麼的疏離 嗯 例如說 主流 非主流的疏離 不是主流跟非主流的疏離 例如說像是 嗯 在非主流的部分工作時 可能會認為說 就是主流媒體 他會有一些限制 例如說 最速解決率 最有流量的部分 那 因為彼此跟彼此 都會有一些常見 那就會造成一些疏離 哦 再有一些對面 對 對 那我想請教說 就是如果說 做報導者的角度來講的話 就未來有可能就是說 嗯 跟主流媒體會有合作的機會嗎 或是說 您覺得就是 就一個 嗯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在媒體這個 大家族裡面 那 嗯 是不是能做一個什麼事情 就是讓大家 就是一起合作 那因為合作比較有力量 謝謝 好 好 這個問題是好問題 來 不好意思 就是 可是我是在看了那個 玩了新聞遊戲之後 然後我還有看了那個 報告者有一位 叫做許思凱的一位記者 標榜 他寫了一篇有關 那個遊戲秘密集的 就是新聞記者是遊戲秘密集的 然後我 就心裡也衝擊很大 那就是我自己是 我現在做的一個科系是指管器 就是其實跟 跟新聞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我是在去年的 參議院大學院之後 親自去參加之後才發現說 其實做一個大學生 我們其實 就是對 做某種程度來說 我們對社會現象是很多 是很拖擊的 就也不能說是我們完全目不關心 而是我們沒有很多管道可以去管心它 所以我在FB上 就是 就是看到就是這陣子開始追蹤很多 像是漫科學 那是關鍵評論網 像是換日線 報導者等等的媒體 然後我自己對於新聞這一塊 對未來其實是蠻憧憬的 可是有一點 不得什麼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現場就是 比較年輕的就是 就是記者的就是 就是 成真話 就是如果 就是要如何培養自己 就是對於這種公共新聞的那種 那種挖掘人力 就是 好 他派定可以回答的 對不對 你把他的問題再把它組織一下 沒關係 這不用 沒有關係 那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請 那個 榮欣先回答 好 剛好三個問題 我們分別也可以回答 好 剛第一個問題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就是大眾的寫作 其實這個現在早就在進行了 現在人人都是自媒體 很清楚 從臉書到各個寫作的工具 當然我看到國外有些新媒體 它本身 仍然是採取大眾寫作的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值得走的路 只是報導者現階段仍然是希望先以新聞工作者自己做好深度報導這件事情 那 最主要是 人人都是自媒體 已經認為風潮 現階段這個部分 需求沒有那麼破綻 那 至於報導者未來 會不會演變成 也有可能有 全力寫作的平台 我覺得那個是 得看自然的演變 那第二個部分是 報導者現在這些議題 做出來的時間 坦白說 落差還真大 而且有些你看起來 這個題目 可能需要很多時間 它未必要那麼久 有些時候看起來 好像很快的 其實比你意外中的長 像立投的這個舉牌人 他是從七月開始醞釀做舉牌人 那 雖然實際上去 末底進行的時間是兩個月 但他前後從醞釀到準備五個月左右 這篇一萬六千字左右的調查報導 一氣呵成 可是時間長達將近半年 那 反觀 一個規模 我們可以往下看一下 那個就是 後面有幾個 就是照片只要往後走就好了 反觀看像五千這個專題 非常長大 我們稍微看一下 只要往後走就會看到 五千這個專題喔 它包括了六篇文章 然後 它照片沒有辦法直接往後走 不好意思 那不然就是那個 下一個 下一個 他沒辦法動 好沒關係 那我自己口頭說明好了 應該可以 五千的專題包括六篇文章 對它開始在動 這是往前 那抗輕往後 往下走 就是按下鍵那個 那個 對不起 就是這樣要跑 不是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不會動 好 就是一張一張稍微看一下 我這樣可以大致上介紹 像這個是急診室的 包括這一套文章 那剛剛咪咪已經介紹了這個 耗費的時間 其實很久喔 三四個月 我們再往下看 五千專題非常龐大 五千專題包括了六篇文章 跟一個非常複雜的 多媒體互動的專題 可是各位 整個五千的專題 包括這個多媒體的 複雜的專題 從頭到尾 透透 一個多月 完成 所以 一群排人 單篇文章 花了五個多月 可是五千整個 所有長大的專題 從開始 醞釀 下去採訪 到多媒體製作的規劃 到每篇文章 其中包括 呃 污染土地大調查 到包括那個 楊清楚這三位 從 重返現場 呃 到包括 石化葉未來何去何從 六篇文章加起來 只花了一個多月 那 他難度不低 可是因為他有十天壓力 我們在跟時間賽跑 我們要趕著 現在五千關場 然後年底 又跨面抗爭 如果今年不做出來 到明年 他就失去了時效 所以當一個新聞議題 他需要跟時間賽跑的時候 他就被迫要在時間 壓縮的時間裡面 把他所有的面向都做得出來 那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一大考驗 各位如果說有空 稍微看一下 那個可以比較 五千這樣子的專題 一個多月做出來 可是舉牌人這樣的專題 五個月做出來 其實細緻的程度 跟你可以深刻的程度 你只要看 認真看 是比較得出來的 那這當然不是說 一個月做出來的專題就不好 當然不是 而是新聞永遠是在一個 動態的過程當中 配合外在新聞時效性的考量 跟記者對於自己 所做這個專題 同路的期待 以及有的是 多人合作 他的當然相對的 每個人的風格體質 那個差異就明顯 一個人從頭說到尾了 他的風格就一致 而且他可以完全 盡情展現自己的特色 那所以我們的落差 可以到一個題目 做五六個月 到很複雜的一個題目 十個人共同完成 五千專題 在一個月之內完成 以後這樣子的模式 會不會有一個 比較平均的發展 其實我不認為 我認為我們現階段 還會是這樣動態的摸索 這個題目 做的時候 可能原先有一個預判 但是最後往往計畫 趕不上變化 去更改他完成的時間 絕大多數會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只好動態去調整 這個是回答第二個問題 我回答 剛剛穿綠色衣服的 那個 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你想要主流媒體跟非主流 因為榮幸在這邊 主流媒體25年 我在主流媒體16年 我們一直就是 都很努力的在體制內奮鬥過 所以我覺得不是非主流跟非主流 我們也不覺得 我們就一定是非主流 我們希望有一天 我們都是成為主流 我覺得那個 你知道北極熊互相拔毛這件事 就病人了 就是因為這個媒體實在已經太糟了 已經 我們剛剛講那個崩壞太糟 根本沒有 不是我們敵人 根本不是主流媒體 你知道嗎 我們的任務是 召喚出更多有想法 然後 而且不管在主流 或非主流 不管在PetSign 還是在各個 剛剛有聽過 我覺得 你們在各個媒體裡面 想要做新聞的人 當有這個 當我們這個抵達好了 你們都可以跟長官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做更多的專題 我們要做更多的調查報道 我們要問 台灣記者要為台灣的民眾 問很多的問題 而這個東西是有市場的 而這個東西是有人願意花錢出來 不論是他donate 或者是他願意買一份報導 買雜誌 然後去訂閱 我覺得這個才是他的價值 然後 因為我跟榮幸 在主流媒體的經驗比較多 所以剛剛到 報導者也不瞞大家說 我們有很多的衝擊 剛剛就是Mini也講了 可是我另外一個衝擊 就是發現說 其實在主流媒體受的訓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包括說對於議題的選擇 包括對於 因為其實在主流媒體 它的非常well-rounded 的training這件事情 我們在很多時候 看事情的方式 會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看 我們只是用一個 社運的角度去看而已 我們會從經濟的觀點 貿易的觀點 然後我們會從CEO的觀點 也會從老公的觀點 也會從管理階層的觀點 也會從管理階層的觀點 那這樣子的訓練 其實到了報導這以後 我覺得我們有這個必要 跟熱血的年輕記者 做更多的互動 所以看議題的層次 會更複雜 然後更複雜 所以我反而覺得 就是一個dialogue 就是它絕對不是主流 跟非主流之間的戰爭 它反而是更多的dialogue 可是這個社會 還有我們的從事媒體的人 是不是已經開始思考 有另外一種可能 那個可能 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我們的讀者不是消費者 我們的讀者是公寧 然後那個可能是 我們的記者不是勞工 我們的記者是挖掘真相的工作者 是挖掘真相的記者 這是我們在明明的 然後未來我們也會跟 所謂的 與所謂的主流媒體合作 因為從美國的 的經驗來看 他們 因為它是公共性 所以他們的報導 也會盡量的在各種 就是媒體 媒體之間呈現 那這個未來 我們也會有這個計畫 會挑選一些比較優質的 與所謂的主流媒體一起合作 謝謝 好 來 好 就是剛剛那位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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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孫子也是青年級的 喔 可是他說他大四 他大四 他可以當完畢回來 啊 高中可以念五年啊 對不起 好 應該剛剛問題是 可能身為青年 然後怎麼樣去關注社會想的事情 就是透過網路嗎 對 那 我的建議是因為現在我們好處於一個 資訊爆炸的年代 那我們關注的事情越來越有 就是眼球的效應 就是可能看到周邊事情的人事物 可能是對於比較重要的公共議題 就是可能被淹沒在資訊欄裡面 那我的建議可能是 多訂閱一些新媒體的頻道 就是你覺得優質媒體的頻道 然後啊 就是可能充斥在你的臉書上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接收到各方的訊息 譬如說上下有什麼事情 然後犯科學啊 然後各種各式各樣的媒體 但是最後還有報導者 對 就是讓大家就是讓你慢慢培養你的就是 新聞感 以及就是對社會的一份就是責任感 然後 藉此的這些看要怎麼參與 對 就是我們建議是這樣 好 謝謝 好 剛剛三個問題 其實這個還蠻有趣的 因為其實好像改變榮青是在 或是在講 主流媒體跟 所謂的被定義為非主流媒體 好像是在做運動 要說服說我們這個是有利益的 讀者是要看的 好 那我可能要想再問一下 就是說 當這個knowhow可能被 那個主流媒體 比如說資本以下當然媒體拿去做的時候 對 那可能報導者要怎麼 接下來要怎麼生存 這個 這個可能要下一步的問題 還是可能就是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 報導者是 所有的城市 都是開源 就是開源運動 所有的授權都是採用CC授權 在我們的首頁下面 非常清楚的標示 那就代表對我們來講 沒有獨家這回事 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來講 沒有報導者上面的東西 是不能夠被大量去複製 參考 只要對這個社會有幫助 那不只是主流媒體 任何媒體 他願意看報導者的後台的任何程式 覺得寫的好爛 來罵一罵幫我們改進 或者說覺得寫的不錯 那趕快拿去扶持 那還有網友 我們上站裡啦 還有網友 見了我們後台之後看看 覺得 您怎麼連RSS都沒有 所以幫我們寫了RSS 我們很感謝 現在我們終於有了RSS 真的 總共是沒時間 你知道嗎 總共是兩個方的要命 但因為就是開放平台 就是把自己當作台灣第一個 願意真正落實開放原始馬精神 在開月運動裡面 既然是公共媒體 你更沒有任何藉口 不好好去做開月運動 所以我們做了 當然知道自己不足 有很多人來挑說 你網站做的怎麼樣怎麼樣 有問題什麼什麼 可是當這些來批評的這些高手 罵的下一刻都動手來幫你 改善你的網站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事情 他只會前進 永遠不會回頭了 任何人來看我們的後台 就像剛剛阿凱講的 任何人覺得報道者上面 從內容到後台的程式 他覺得不錯 只要是符合創用CC授權的原則 非商業使用 歡迎你自由取用 就是資訊自由流通 所有的程式就是完全公開 然後你覺得爛的 隨時歡迎你吐槽 你覺得你自己很厲害 就可以幫我們改寫的 除了RSS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需要 大家幫忙 大家繼續來幫我們協助 所以這一點來講 坦白說 我們因為決心要走這條不同的路 那想清楚了 所以走這條路上面 沒有任何你會擔心說 誰要不要學你 誰要不要操理的問題 大概只有怕來吐槽的人不夠多 然後來協助的人不夠多 目前的情況是怎麼樣 好 那我們再接下來開放 這邊有來一位 還有兩位 還有兩位 好 來兩位 來這邊 好 好 我想請教一下 剛剛有先談到那個募款的問題 請問一下 你們現在募款的工作 通常都是要透過童子賢先生去做公關的工作 還是說你們有募款大隊 那募款大隊有沒有需要自工 對 對 所以你要擔任自工就是 對 我以前在電影公司 就成績師幫電影去找資源 就做制度性行銷 去找錢 好 那等一下找 好 那今天自工團就可以在這裡組成了 來 你好 我想請問的問題是 就是記者採訪班的東西 需不需要經過勉集派的審閱才上限 那如果 除了剛剛你們提到的 就是可能寫的是有關贊助者的 會經過可能三人小組那個 就是除了這個以外 像不論是集成人生 或者是舉派一二五七七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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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這些東西回來之後是直接上限嗎 還是你們會 比如說全部的記者一起去討論這一篇的合適度 這樣 謝謝 謝謝 我們再來一個問題好不好 這裡沒有 來 你好 我想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們現在這次怎麼強調新科技的話 要請問對你們而言 你們有足夠的治安能力嗎 比方說你們對於保護自己或保護你 或要跟你們接觸的人裡面 你們有自信可以在包含國家等級 甚至是台灣國家跟國外國家監控的情況之下 做好什麼等跟你們爆料的準備 而且還有這個能力撐過這個中間的過程 完成這個報道嗎 不然比方說你們現在這麼多的開源軟體 其實這個是 是 只是開源而已 只是free而已 但它沒有任何的治安能力 在你們的所有的過程中 完全沒有任何的治安能力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既然你們講到公益的話 雖然你們剛剛談到授權 那有一個有趣的想法是說 那你們每完成一個報道之後 扣除隱私 扣除著作權的問題之外 你們中間所收集所有的road data 那那個data的部分 本身 包括你們後來還有整理資料過的data 你們如果考慮也是有一種開放的可能 到這些data出來之後 有更多人可以利用 有包含不要對你們的數據的再審閱 或者說再利用的可能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最後一回答 這三個問題都很棒 那個募款的部分 通知先生捐完錢 他既然散佈原則 當然也不會有第四度幫忙募款 我也不會是 但其實接下來的事情 當然是我們自己要來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 所有的能夠願意幫忙的 不管是志工 還是有經驗的人 我們目前唯一二十幾個人的編制裡面 只有一位行銷經理 那因為我們很片重內容 所以這位行銷經理 本身還建我們的文化編輯 所以有點辛苦 那募款的責任很重 很需要大家多協助 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關於 記者的稿件 經過合稿跟審稿的過程 我們目前雖然不敢說 有非常嚴謹的把關過程 但是剛才在詢問這部分 我們自己逐漸在建立 從包括上線第一天的所有的議題 至少有兩關去把稿件查核 它是不是確實有 從數字到事實 查明真相 查核事實 還有連文字的邏輯性跟功力 我們大家知道報導者有一位 非常好的作家兼記者 房慧珍 房慧珍在協助我們 進行所有大多數的文稿 在確認它的文字的流暢性 還有是不是行文前後過於重複 有一些很多地方是應該可以去 去無存經 那我們正在慢慢建立這些過程 每一個都現在在摸索說 怎麼讓它有制度化的 在查核事實以及文字符合水準 還有它的觀點是言之有無 這些部分正在從上線的每篇文章 不敢說做好的 但是都有這樣子的把關的過程 那 剛才第三個 資安跟開放做題目的整個過程 我先回到後面這一部分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但現在還做不到 主要是資源能力還不足 我們很希望接下來能夠做的是 互動式的調查報導 這是我們的理想 但我們初期還沒有做出來 一方面剛剛講到的 人力跟資源還不足 二來是議題也不太對 那我舉例來講 譬如說五星專題 我們曾經想過說 要不要請高雄的朋友們 都來提供說 你的天空到底有多黑 有多灰 那這當然是一種參與的方式 可是這種參與的方式 其實跟過去平面媒體 希望大家來參與提供照片 其實沒有太大差別 它並不像剛剛這位朋友 直接提出來的 它是你這個過程 你這個調查報導裡面 你需要去完成的資料 是可以透過網友跟群眾的參與 而成為你的報導的一部分 我們希望的互動是這種類型的互動 而不只是參與 我們期待參與 那這個參與還能夠互動 目前做不出來是 因為議題也不太對 因為覺得如果只是提供照片 它失去這種互動的效果 所以不太適合做成 所以我們現在同時一方面 希望慢慢站穩腳步之後 能夠有比較足夠的人在思索 怎麼做互動式調查報導 以及大家報導比較對的議題 在這個過程當中 收集的資訊跟 data 跟所有的資料 它能夠釋出 它能夠經過網友的補充以及修正 那我們自己收集的所有資料 當然就放在上面 提供所有的參考檢驗 這個是我們下一階段要讀業的目標 只是我們知道現階段還做不到 那資安的部分 坦白說我得回去問我們的技術長 這個部分 是個好問題大問題 非常嚴重 但並不是我現在我所能夠回答的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會回去特別 請問我們的技術長 他是一個在雅虎 待了十幾年的工程師 也是台灣自力推動那個 開放原始嘛 很重要的一位人物 叫做簡信昌 那他這次武清 他已經出任務 阿昌官場工人 那個中油工人阿昌的一天 因為我們決定把他當成我們的吉祥物 以後阿昌會出各種任務 他第一次出任務 是當中油的武清德工人 接下來阿昌可能要去當立委 接下來阿昌可能要 也要臥底去當舉牌人 各位可以期待未來一整年 你會看到阿昌出各種任務 我們已經決定創造出這樣一個虛擬人物 但是用真實的新聞經驗 讓他貫穿成為未來報道者各種作品裡面 一個貫穿各種角色的人物 就是我們的吉祥長阿昌 這邊請大家有請他 來 走過去 南希大家 沒有掌聲可以 樂力掌聲一下 我們接下來還有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再開放三個問題好不好 來 1 2 3 好 我們從最後面那個 謝謝 幫幫我們立下 我畫的時候有點難珍惜 我大概有兩個問題想要提到 是 聽起來我們主持是一個蠻片平畫的 蠻片平畫主持 好 對對對 這個跟傳統新聞的那種 科生話主持是因為 因為 各位都是有經過總統媒體 有一個經驗的記者 那比較起來有什麼樣的更好 或更不好 呃 優點會確定 那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 剛剛 理學第一記者還有提到說 媒體就從MASK的時候 會變成MASK 那聽起來就是 報道者並沒有想要追求成為大眾媒體 那想知道 報道者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那他的target quality是誰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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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頻 عم 爸媽媽可能在家裡還是看電視 那他們就跟網路時代合作 但是這一群人 你知道我們家跟長輩 那他們還是在從電視上去接收這些訊息 那他就會讓我們現在年輕 網路時代會有這麼大段 那我一直在想 就是網路上的改變去推動到電視 尤其是最大眾最主 如果可以去影響到這一部分的話 最想要推動的是什麼東西 好 謝謝 那你還有一位 這裡剛剛也是還有一位 對 這裡 你好 我是陳妮姐 然後我只是在生體前面 從一位一直在進行 然後我想要是可以進行這個很大的讚美 就是我一直也在想說要怎麼樣可以 讓一般民眾用什麼簡單的方法 表解現在這個情況 然後我自己想說我們拍影片 還是什麼寫文章 那我們有想到有個這麼棒的方式 把這個寫出來 對 然後又想要回應說 怎麼樣有一個進一步 跟讀者互動的模式 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們玩那個遊戲的時候 好啊一看怎麼玩 可能是肌炎醫師或什麼事就死掉 然後其他不是醫學界的朋友 都玩到前主持醫師 我從這裡怎麼可能 後來他們說 你不要喝水 你不要上廁所 我就可以救很多人啊 我會一直去上廁所 我會去喝水 所以你都可以去分析說 玩者 比如說像我是醫學背景 尼復背景 你們會走模式 然後我們的儲勁會是怎樣的 然後像五者 其他人可能會是 一直去關心流關病的人 或者是一直一直 比久人是久人不自己死活 所以我就覺得 你們會走 由這個 你也像是分析 你同學的看法 就是很好的 至少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 好就是加 要加一點過勞的過分 可是說如果你太一直不停的話 你去喝水不休息的時候 那個血就開始會慢慢的流失 也是扣分的重要因素 那 就這三個問題 然後 我先來回答第一個 一個組織扁平化的問題 過去半年來 我們承受了蠻多 組織扁平化的痛苦 跟政治上 組織扁平化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決策沒有效率 因為 要讓人人都有參與 人人都平等 那 每個人都跟總編輯 有一樣發言的權利 那 雖然最後 總編輯會做最後的決定 不過我的風格 想來就是讓大家 有足夠的時間來討論 那個過程 拖得非常長 那決策很沒有效率 而且很多東西 反覆談 談了又談 明明這個事情 不是上個月才談過嗎 現在為什麼又要再談一次 答案很簡單 因為還沒有公式 那可是也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樣一個 柔和的五六七八 四個不同年期的人 然後作風 個性完全不一樣 然後 大家知道 記者是全世界最難管理的人 這樣的人 各個武功門派不同 然後各個又都有自己的專長 聚在一起的地方 其實我從一開始 我覺得絕對不要用高壓的方式 用高壓的方式 它可以達到決策的效率 但是它會引起的後遺症 跟壓抑 跟少了達成共識的必要的 磨合過程 你會付出個代價更大 那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還算欣慰是說 這個決策沒有效率 仍然是困擾著我們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慢慢過去半年來建立這個共識 也逐漸比較清楚 多數的問題 雖然還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 可是因為彼此知道自己的想法 反而無論從合作 或者從接下來 更容易達成共識的這方面 都會有一些進步 那我們連這部分 都還是在實驗的過程 或許各位在一段時間之後 都許我在多觀察一段時間之後 能夠寫下這些從無到有的過程 提供更多 除了我們的非疫力媒體模式 發展的經驗之外 包括像組織那麼扁平化 我們承受的痛苦代價跟喜悅 或許這些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跟鴻信有一些關聯不一樣 我先說一下這段一部電影 就是《真相極尖鋒》 跟Rather在講NBC的《60 Minutes》 那我印象的思考 他就說他們一開始做《60 Minutes》 就沒有想過新聞是可以賺錢的 因為他們覺得新聞就不像節目一樣 是用來賺錢的 應該是節目來支持一個好新聞 就沒有想到就是到了兩千年以後 這個市場就崩毀了嘛 所以他說是The End of Modern Journalism 那所以我先回答剛剛 對同學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到底想做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目標是 真的認真做深度報導 其實有些主流媒體他們是沒有做 他也做了 那我只是說剛剛我們剛剛講到一些 就是他有解過情侶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讓更多的人 能夠來做深度報導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報導者的目標是 我們會真的去努力去碰觸那些 不管是轉型正義的問題 或者是我們覺得很多被遺忘 但是我們必須要去追蹤我們的議題 那台灣的聲音必須要被看到 那剛剛講到那個課程組織 是我跟鴻信和民調不一樣的意見 我覺得課程組織讓我看到的一種是 組織的沒有效率 怎麼說呢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一個完美的系統裡面 這種課程組織它是一個完美的風暴 也就是在裡面大家都不願意說真話的 包括你的KPI 你的KPI可能是點閱的時候 你的KPI可能是你一個月做幾隻騙子的時候 基本上大家不是真的follow所謂的那個 記者追求真相 然後做出好新聞的 真正做得好新聞的一個標準 它可能是非常強調量化的 所以在這個課程組織裡面 我可以看到就是譬如說 當家的領導都是四五六年級 被壓迫的七八年級 他們其實都是能力同身 因為你是用指令式的方式 其實在很多主流媒體的 管理方式都是還是比較top down的 雖然大家都 所以每個主流媒體都深送跟七八年級對話之庫 你知道嗎 對 可是在這邊我覺得它會鼓勵 一個別的平衡組織它會鼓勵你說真話 因為在這邊就是夥伴的關係 所以對於 這已經不是超到 它已經是一個網絡狀的 網絡狀的合作模式 那剛剛有的人說他看到許施凱就是 在我們急診室遊戲昨天 其實我是去邀稿的 那為什麼我去邀稿 是因為我們就看到很多同事 看到他在FB寫那個遊戲攻略 居然我們遊戲才上線不到半天 他就寫了一個 急診室人生的遊戲攻略 有時候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施凱你要不要寫一篇文章 然後他就好驚喜喔 他說在幹嘛 我的文章可以跟無名義放在一起嗎 他就好驚喜喔 他說他就好驚喜喔 我說那稿費沒有很多 沒有關係 所以那為什麼會找他寫 就是因為他雖然是一個amateur 但是在game 遊戲還有新聞商 因為他也是新聞所的學生 就是好像是館中館 館中小老師的學生 他又熟悉遊戲 他是一個宅很宅的人 然後他也熟悉美國的新聞遊戲 所以如果要我來寫這篇文章 我可能要花兩天的時間 或一天的時間研究以後 我還寫不出他號 那他就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熬夜 他就寫出一個非常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評論喔 那這種狀況其實在主流媒體 一種非常high of rocky 我搞不好還說 你覺得這個人怎麼樣 他說這個人沒有什麼名氣耶 他說他是誰啊 就是你會有很多篩選的機制的時候 你的可能性還有那個邊界 反而會就是框架了你 但是我當時說是主流的媒體 有他的好處 那個training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的這個層層把關 他每個地方都是非常專業的 編輯資深編輯 其實你就像紐約時報 他們在合一個稿子的時候 譬如說假設我是A記者 或是我是A寫手 我很菜 但是他是由編輯來合你稿 但是當你是一個非常資深的作者的時候 他是由A plus的資深編輯在合你稿的 所以那個專業我們不能說不重要 他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當我人力缺乏的時候 其實我這種行動 我們現在反而是很焦慮 因為有那麼多人的祝福和看待 我們反而覺得那個quality control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們有時候這個資深基礎 還要站在第一線 那我們就會面臨這種就是說 可能資源不足 我們要怎麼樣同時把關的這個困境 這也是未來我們的挑戰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子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我覺得其實我們 我還是要說就是我們跟主流媒體的記者 其實是alliance 只要跟我們有同樣信念的人是alliance 我反而是覺得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五年後 十年後看到我們的讀者 他不會覺得content is free 他不會覺得他是一個free writer 他會覺得好東西 就上一杯星巴克好了 他寧願去買一杯星巴克 這樣的概念 他會去真正的看到品牌的價值 好新聞的價值 他會知道他可能早上讀的報紙 或者是看的媒體是 就是讓他能夠反而去省私的 或是對他身邊是有意義的 他讓他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成為一個更好的公民 這可能是我們的目標 謝謝 謝謝 就是剛剛非常感謝就是 就是委員醫師就是的 就是我真的沒 就是其實我們這個團隊就是第一次做這個行業 做這個呈現 然後其實其實一直很忐忑 就是到底這個呈現釋出去之後大眾的反應 所以我們就好幾個都試連勝到這樣 那我真的很感謝就是剛剛那位小姐就是的回饋 那其實我們一直會做不停一直做新的嘗試 不知道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對然後希望就是如果以後不管大家有什麼回憶 都可以就是寄信給我們 或是直接在臉書上面留言 就是不管你們覺得怎麼可以怎麼改進比較好 或是什麼優學點其實都非常歡迎 然後我們其實在每一篇文章的下面 我們都會有記者的聯絡方式 就是我們就是為了讓大家知道我們是對自己的文章負責 然後其實也歡迎各界的指教跟批評 或是回饋就是其實都非常歡迎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以後可以就是多多自信抱著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今天的哲午就到這裡結束 但是咖啡館給我們鑰匙 所以我們可以到明天早上午點才離開 好的沒有大家還可以繼續留在這裡邊 不用急的離開 然後如果也歡迎大家可以彼此在這裡 可以繼續交流 然後可以再 可以去包圍一下 上面這幾個講者有什麼問題 不好意思 上面我可以試一下問答 那我們今天哲學星球都到這裡結束 那我們下禮拜1月1號 1月1號因為這禮拜五了 因為咖啡館沒有開 所以我們辦哲學非星球在1月3號的禮拜天來辦 然後哲學星球就是說 我們哲學非星球不在星球的時候都陪班 所以非星球除了一拜五都是 所以我們一年大概有辦70場到80場左右的像這樣的講座 然後也歡迎大家來 但是我們也不去談那個主流的議題 因為主流的議題已經在外面已經談 然後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把一些 所以找他們來談也是已經 對我們來說已經非常主流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報告者是主流 其實反正不是非主流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讓他推到更主流的東西 形成一股運動 然後或者是這個這股運動 可能對於台灣未來的共鳴社會 也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然後請大家再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